我穿成了霸总助理 成为霸总身边的一线吃瓜者 女主不小心将刚泡好的咖啡 撒在霸总十万元的衬衫上 我表面惊慌训斥 内心叹为观止 我操 一百摄氏度的水洒在胸前 这不得烫两的大泡啊 左胸一个右胸一个 霸总明天直接穿胸罩上班 霸总冷酷的身形一顿 面色不善地回头看我 故事开始 那一杯刚冲泡好的咖啡 从天上 天而降时 我的心脏停了一瞬 同时终于想起这一幕剧情 女主因为弄脏霸总昂贵的衬衫 被迫给霸总打工还债 二人就此擦出爱情火花 开启了百万字的后续剧情 霸总不愧是男主 哪怕咖啡尽在咫尺 他还是迅速撤退了一步 这才没有让那杯滚烫的咖啡 直接浇在头顶 尽管如此 那杯咖啡依然洒在他的胸前 留下一片死气 杯子碎裂的声音换回我的神志 我速从怀里扯出手帕 给霸总擦衣服 天啊副总 您没事吧 小美 快去接一点凉水过来 再把后备箱里那两件 备用衣服拿过来 没办法 作为霸总助理 我的工作就是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要知道 虽然霸总屁事多 但给的工资还是很可观的 责骂女主是小 饭碗不保是大 咖啡滚烫非常 隔着帕子 我都能感受到热度 隐隐还能看见 丝丝白色的雾气 看起来是刚烧开的水冲泡的 连我都觉得烫 更别提直接跟咖啡亲密接触的霸总了 她领口的肌肤泛红 好像快被烫熟了 我赶紧接过小助理递过来的冰水 沾湿了帕子 往她胸前擦 副总您忍忍 一会衣服来了 您换的时候再擦点药 霸总没有说话 面色冷淡的 任由我擦拭她的衣服 手底下的触感皆是紧绷 我却没有办点想法 傻逼老板天天动不动胃痛头痛 矫情的要死 合作方的鸽子说放就放 都是我去给她擦屁股 还敢整天压榨 我们这些打工人 报应 这都是报应 如今被泼咖啡 除了活该 我没有别的想说的 干得漂亮 女主 司机此处 我的那些忍不住幸灾乐祸 一百摄氏度的水洒在胸前 这不得烫两个大炮啊 刚好左胸一个右胸一个 霸总明天直接穿胸罩上班 手底下的身形突然一鸣 紧接着 一道凉凉的目光落在我的头顶 我迷惑抬头 正巧对上霸总冷冰冰的目光 霸总的目光带着无形的杀气 我忍不住一抖 嘴鼻脑袋要上当 副总 您别生气 我这就叫医生 妈了妈了 看来被泼咖啡 她是真的很生气 不过你迁怒我做什么 又不是我泼的 你自己非要装逼在前面走得那么快 跟个野猪一样横冲直撞 能怪得了谁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霸总的脸好像更黑了 那个 娇娇软软的声音在前方响起 女主眼眶微红 泪眼汪汪看着霸总 楚楚动人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衣服我一定会赔给你的 霸总冷着脸没有说话 却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 打工人血脉觉醒 我知道 有些话由霸总来说太掉价 该到我这种炮灰配角上场了 老板的只是十分明了 为了避免被扣工资 我立马捏着嗓子 故意凹出尖酸刻薄的模样 你怎么赔 我们总裁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的 一件衬衫就十万不止呢 嘿 你赔得起吗 我的演技出神入化 路边的狗看了都要为我鼓掌 女主紧咬着下唇 不屈地抬头看向霸总 虽然我没钱 但我一定会赔给你的 请你让我在这里工作还债 兴许是女主不屈的神态太过耀眼 霸总扫了她一眼 思索了半秒 转头对我道 林助理 你去给她安排 我赶紧应声 内心翻了个白眼 我的妈呀 还真就是玛丽苏剧情 放在现实 你这猪脑子还能当总裁呀 人家说 要来上班你就安排职务 也不怕是商业间谍 到时候 门口的发财术被热水浇死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 爸总话音一顿 脸上变幻莫测 后半句卡在喉咙 怎么也说不出来 虽然早就知道 他想说什么 我还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内心吐槽不停 我也不是针对他 但就吐槽你这个行为 你说说这用人钱你不备掉吗 万一有坐监饭科室咋整啊 当老板跟完似的 要我保底 把你那百万金表摔碎 下半辈子都有着落了 他没钱 没钱没花呗吗 没白条吗 没信用卡吗 实在不行打欠条啊 世界上多少人找不到工作 他泼你一身咖啡 你还给人安排上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贱呢 明天我就去文旅局 申请把乐山大佛搬下来 换你坐上去 爸总抖着嘴角 脸色臭得可以 他的双唇张张合合 最后回头 目光阴沉地盯着我 我 怎么个事 这人又发什么疯 我又怎么他了 对上我疑惑的目光 爸总深吸了一口气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你去安排 记录他的联系方式 三天之内 我要看到欠款到账 我记录的手一顿 猛逼的抬脸 啊 三天之内欠款到账 那女主还怎么玩 剧情不该是这样的呀 那可是女主啊 我不死心提醒爸总 这位小姐说 她没有钱 您看为了让她尽早还上钱 是不是该安排个值 那又怎么样 怎么还是她的事 没钱还没花呗吗 没白条 没信用卡 实在不行 打千条很难吗 爸总对我冷笑 林助理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好心 不如把乐山大佛换下来 你坐上去 妈的 男人心 还抵真 此时 女主的脸色也白得可以 眼见爸总要走 她一仰头 拦住爸总的去路 你 你这人 怎么可以这么冷血无情又残酷 拼拼 这二十年前 让人脚趾扣地的绝望台词 爸总眉毛 都懒得皱一下 腻了我一眼 一切都在不言中 接收到老板的信号 我也没空去纠结 为什么剧情会变得不一样了 这可是跟我那可怜的心水挂钩啊 我端起职业假笑 横在女主面前 不好意思这位小姐 副总时间紧张 后续赔偿相关 由我与您交涉 话虽如此 但她作为原文女主 我还是很怕出什么变故的 趁着爸总还没完全离开 我拔高声音 企图再从女主身上 挖掘什么闪光点 让她回心转意 我们公司是全球500强 入职的员工五成是国内985硕士毕业 三成海归 两成博士 还有一成与附加关系深厚 当然 我不是说学历就是一切 我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特别之处 能抛开这些加分项 让我们录用您呢 我的话简洁明了 学历高的这里 一抓一大把 想获得爸总认可 他还需要拿出让人记忆深刻的地方 女主犹豫到 我 我 爸总的腿很长 这一回的功夫 他已经快走到门口了 加油啊女主 这可是Boss职聘 经常找工作的都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的特长 你的优点 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 女主灵光一闪 迎着我期待的目光 自信抬头 我做的苏打饼干很好吃 他神采奕奕 盯着爸总的背影 声音洪亮自信 我敢保证 你吃一口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味道 爸总的脚步一顿 我也一愣 啊 老哥 不能吧 咱公司后厨也不缺人啊 但随即 我明白了 原文中 爸总非常喜欢苏打饼干 然而因为可怕的胃病不能多吃 唯有女主的苏打饼干 吃了不会让他胃痛 这也让爸总无法离开女主 这设定 狗听了都笑了 话虽如此 玛丽苏小说是不能用常理去理解的 爸总此时已经准备转身过来了 合格的助理 要为老板准备好台阶 于是我赶紧端起感兴趣的神色 哦 不是 真的假的 这么傻逼的理由都能让他留下啊 你这总裁 是没吃过好的吗 家里米其林厨师做的东西不吃 非要吃陌生人做的食物 你不怕被下毒 苏打饼干是救过你的命吗 你不会看到路边 有一块落难的苏打饼干 都要捡起来尝尝吧 爸总转身的背影凝固在半空 哎我真的服了 别说自己有胃病 你得胃癌 都是情有可原的 这是什么吊价老板 有他管理 我这公司不会倒闭吧 我要不要赶紧物色一下新工作 不然 走到门口的爸总 突然发出一道意义不明的冷笑 果断地迈开腿 消失在拐角 怎么又走了 是我看错了吗 他刚刚不是正准备过来 女主此时也有点猛 但爸总已经人去楼空 我也只能缓缓回头 微笑依旧不是礼貌 不好意思这位小姐 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具体赔偿吧 或许你有花呗和白条吗 爸总开会去了 我却还要替他安排之后的行程 趁着这段时间 我又马不停蹄 塞了两口面包充饥 没办法 谁让这是玛丽苏田文 我这大太监的全场跟着爸总跑 必要时还得包揽炮灰 恶毒女配 说少爷好久没这么笑过了的路人戏粉 面包还没啃完 爸总开完会了 我火速将只吃了一半的蜜瓜包涉进口袋 跟上了爸总的步伐 吃了一半的蜜瓜包是我的早饭 剩下那一半 中午吃 处理业务的时间很快 一晃神就到了午休时间 正值饭点 我的坐京老板要吃私家厨师制作的便当 精致的菜品散发着香味 在办公室回荡 我不禁为自己撒下两把辛酸泪 忍不住抚摸了一下口袋里的蜜瓜包 包包啊不是妈妈嫌弃你 实在是对面太香了 你别生气 妈妈等会就去把你吃掉 这倒不是因为我舍不得吃什么好的 主要是抠搜老板 只给半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去饭堂排队都要花二十分钟了 算上来回等电梯的时间 实在得不偿失 午休时间到了 正当我准备放下手头的工作时 勤劳的爸总 没有自觉地指着桌上的文件 林助理 把这堆文件分类一下 我一会要用 我端起微笑 刚伸出的腿缩了回来 迫不得已再重新他身边坐下 好的副总 饭箱刺激着我的大脑 我的灵魂都要被勾走 内心含恨不已 尖叫 饱吐 对你放屁 吃吃吃 等会你就吃出一条大青虫 你好好看看表啊 十二点了 我是铁打的工人吗 我要吃饭 我要吃我的蜜瓜包 妈的 蟑螂爬你床 腰间盘突出 你屁股生躯 被判作一百八十年老 爸总面无表情地转头看向我 我也立马转头回望他 笑容得体又大气 怎么了副总 您还有什么吩咐 哈哈 我们打工人是这样的 心里骂卖劈 表面笑嘻嘻 爸总扫了一眼 厨师送来的另一份食盒 声音冰冰凉凉 处理快点 那份是给你带的 嗯 我眨眨眼 用手指了指自己 如同迷茫的河豚 我 爸总不理我了 我有点不可置信地看着食盒 随后内心小小激动了一把 爸总的工作餐 可是有钱都吃不到的 单说里面的食材 都能花掉我一个月工资 哦 我名人的老板 看来你还不算太坏 爸总冷哼一声 似乎勾了勾唇 我没有太在意 毕竟我的老板 脑子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理解 他一天可以莫名其妙勾八百次唇 五百次嘶哑着嗓子 三百次皱眉 我欣慰地摸了摸口袋 那剩下的这一半蜜瓜包 晚上吃 等我兢兢业业处理好文件 爸总已经吃完了 他起身 等莫抛下一句 给你十分钟 随后出门了 好吧 看在这私家御厨的便当份上 我就勉强原谅他 克扣了我的午休时间 当然 我知道事情另有缘由 爸总有两个总助 交替负责他的起居 一般工作时由我负责 私人时间则由另一位男助理负责 包括平时我的休息时间 也是由对方顶替 然而 今天那位助理请假了 这就需要我无时无刻不跟随爸总 不能有一点私人时间 他同意云十分钟给我吃饭 已经很不错了 我的思绪 很快被精致的菜品占有 该说不说 不愧是顶级私人厨师做出来的饭 真是苦苦好吃 这么一想 我觉得不愿吃正经饭 逮着女主 做的苏打饼干 吃得爸总更贱了 想用完了美食 我正擦嘴呢 爸总秘书突然焦急的给我打电话 林瑶 你看到副总了吗 我一愣 副总 他十分钟前刚出办公室 没有啊 秘书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 从刚刚我就一直没看到副总 盛业药物那边人都快来了 这回哪哪都找不到他 话到这里 我也急了 秘书说是秘书 但他是副老爷 特意拨给爸总的半读 平常需要帮爸总处理工作 为同副总 非常忙碌 所以一般都是直接问我的 但如今 我这个唯一的总柱 也不知道爸总在哪 这可是大过失 我立马发动整个公司的人 着手寻找爸总 然而翻遍公司上上下下 我也没能找到他人 绑架 仇杀 或者也穿越一世界了 我的脑内一云翻涌 突然细微的身影闯入耳中 清洁阿姨捂着腰 一脸愁苦 看到我 他眼神一亮 赶紧上前 哎呀 林总柱 清洁阿姨上前 不等我回应 就开始叙叙叨叨 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 阿姨这两天活太重了 今天腰疼 75楼电梯又坏了 还得多爬两层 他将一卷纸巾塞进我手里 我记得 你和副总的办公室 不是在那吗 你顺路到厕所 帮阿姨把纸巾放盒子里好不好 我皱眉 抱歉张姨 我现在没空 等等 我凝视着手里的纸巾 心里浮现一个猜想 厕所没纸 不能吧 但是 万一呢 为了老板的面子 我沉默地把纸巾塞进口袋 火速返回了75楼 天空一声巨响 老奴闪亮登场 南厕所内格外安静 只有一扇门飞紧闭 我终于想通了 我紧盯着那扇门 抱歉啊老登 我之前没负责过你的休息时间 真不知道 还可能发生这种事 所以以前 他拉屎的时候 是男助理守在门外给他递纸吗 不是 门里突然想起 霸总咬牙切齿的声音 把我吓了一跳 这人又在发什么癫 厕所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我深知老板不叫人 是摸不开面子 想偷偷摸摸在纸巾放好后 再偷偷摸摸出来拿 毕竟 他是霸总啊 但问题是 就这么光着屁股出来不好吧 万一中途突然进来个人 他不就成了在厕所 光着下半身裸奔的变态了吗 隔间里传出磨牙的声音 为了照顾霸总的面子 我吐出一口气 没有出声打扰他拉屎 只要我不出声 他就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可以假装 不知道他是谁 泽泽 多么完美 我和霸总都默契的没再出声 我小心翼翼的凑进厕所门 手机眼快的从门底的缝隙之中 将口袋里的纸巾塞了进去 随后转身就走 我火速伪装成自己一直在办公室的模样 霸总秘书焦急的进来 我拍拍他的肩 自信且沉稳 不用担心 都已经处理好了 秘书哥不解 你找到副总了 他在哪 盛天的人已经在会客厅了 不必担心 他一会就过去 我低声道 有些事情不要多问 知道吧 秘书不知道 但良好的职业素 仰让他选择相信我 于是听话的离开了办公室 我摇摇头 微笑着重新处理起工作 知道维护老板名誉 像我这么贴心的总柱 要到哪里去找 直到一个小时后 秘书再次打电话给我 声音满是崩溃 林瑶 你都处理了什么 副总没来啊 剩业的人已经不耐烦了 我真的抵不住了 我一愣 不应该啊 他是变血吗 怎么擦屁股都要擦这么久 不是 一个小时了 不说变血 这得把菊花都擦成光面的了吧 我疑惑地将手伸进口袋 看见那白花花的纸巾 突然一愣 我密瓜包呢 第二天 公司里多了一条 不可以吃蜜瓜包的规矩 我含泪咬下一口菠萝包 带着院气开始上班 但是菠萝包真的很甜 我每吃一口都很想吐 刚吃完一口 爸总进入了办公室 我赶紧将菠萝包藏起 甜腻腻的味道堵在喉咙 让我有点反胃 爸总瞥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但我知道 他是让我汇报今天的工作行程 我会一起身 走到他身边 正准备开口 喉咙里那股甜丝丝的味道涌了上来 让我忍不住 对着爸总的脸干呕了一下 我无视爸总的表情 开始汇报工作 但怎么说呢 爸总没有骂我 也没有扣我工资 我还是很爱他的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傻逼老板的脸 好像红了一点 怎么又黑了 又是临近中午 我的总助同事依旧在请假 今天又不能按时下班了 我已经看透了 要被压榨的本质 手敲咪咪伸进口袋 正准备偷吃两口菠萝包 爸总突然站起来了 我也立马跟着起身 副总 您有什么指示 从这个角度 我只能看见爸总完美的下恶陷 今天跟我出去吃 爸总说道 这倒是让我猝不及防 毕竟他也没提前跟我说 现在预约餐厅肯定来不及 只能碰碰运气 减一点漏 仿佛看透了我在想什么 爸总毫不在意道 不用订五星级的 你选你喜欢的就行 我喜欢五星级的 但话也不能这么说 我赶紧打开手机 替爸总预约一会要去的餐厅 毕竟这孙子胃不好 吃出毛病扣的还是我的钱 搜寻了半天 我依旧没有找到确保 不会让爸总饭喂病的饭馆 向秘书哥询问了他的意见 秘书沉思了一下 对我说 今天为了和某个合作方商业谈判 我们提前包了一整天的五星级酒店 这个酒店太昂贵 本着经费多少要赚回来的想法 他提议我们可以去那里吃 毕竟最近公司流水出现了问题 经费严重不足 财政不忙的焦头烂额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把会议改到中午 等谈判完了应该是下午 我们又省了十几个小时的租借费 秘书惊觉 发现我说的很有道理 可以 那就这么安排吧 秘书哥说 真的假的 我们临时赶时间 对方会不会生气啊 没事 我们是甲方 好 那我现在通知我们的谈判团队 可以 午餐问题总算解决了 在我交谈的时间 爸总又去上厕所了 我不禁回忆起上次尴尬的一幕 决定等于会再告诉他这件事 不过业务方面 大多都是秘书哥负责 想来他也会告知爸总 我也不用很操心 一切就绪 我出了门 爸总身形挺拔站在门口 看到我 他的眼神不经意落在我的口袋 我咳了一声 心虚地摸了摸口袋 这才想起为了谈生意 特意换了条正装西裤 菠萝包早拿出来了 爸总似乎很满意 高傲地走在前面 似乎还有一无意 放慢脚步在等我 我快不跟了上去 只是顿简单的午饭而已 爸总声音里 带着不易察觉的愉悦 不用特意换衣服 简单的午饭 爸总不愧是爸总 把商务谈判说得这么轻鸟淡写 不过不换衣服怎么行 毕竟是重要场合 我整理了一下领子 气势不能输 您觉得我现在得体吗 好半天 我才听到爸总有些别扭 外加害羞的声音 还不错 听到这里 我终于放下了心 十分钟后 我带着爸总来到酒店 拉开包厢的门 浩浩荡荡地合作团队 围在圆桌前 目光灼灼注视着我俩 其中 一方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一看就是马不停蹄冲过来的 爸总沉默地站在门口 回过头凝视着我 午饭 是午饭 家乙方 我昂首挺胸 端起职业性的微笑 您不用担心 我们的团队很强大 最近新来的法律顾问也非常优秀 不会再出现被坑的情况了 爸总沉默地被我安排落座 屁股还没午热 服务生突然敲响了门 捧着一束玫瑰进来了 您好 您预定的玫瑰 服务生的话戛然而止 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一包箱的人 不解地低头看了看手中玫瑰上 那为你一人的四字贺卡 这 这难道是给我的 以方代表惊喜不已 上前捧起玫瑰 神色感动 哦天啊 没想到你们还准备了这种 surprise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爸总捏捏了一个杯子 当天下午 我们成功以八千万拿下项目 双方激动落泪 把酒言欢 爸总沉默地吃着水煮白菜 因为金额比预想中要压低不少 我和秘书有些过于激动 他颤抖地握住我的手 太好了 林总助 这一单的成功离不开你的奔波 离不开你日夜操劳 我也紧紧回握他的手 不 和秘书 我们能有今天也离不开你 为此付出的努力 林总助 和秘书 你们两个 爸总冷冷插入其中 分开了试图拥抱的我和秘书 玩得很开心 我和秘书近生 不解地望着对方 我 啊 什么意思 林秘书 不知道啊 你没跟总裁说 中午跟一方吃饭的事 我用眼神表达震惊 老铁 说到底 我也只是个助理 这种大事 不是你来通知的吗 林秘书的惊恐不比我少 你是总助啊 这种会议安排你 完全不看吗 林秘书 我 爸总已经三天 没有理我了 他这三天 对我的态度也很冷淡 和秘书说道 我俩坐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 窃窃私语 最后同时闭头叹了口气 我很担心 和秘书说道 我也很担心 我说道 主要是怕爸总朝我鱿鱼 人生苦短 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可以散心 和秘书露出一个暧昧的笑 我咬了一口手里的菠萝包 又干又腻 果然还是不能适应 这种过甜的滋味 不了吧 我回答道 下午还要上班 和秘书遗憾地叹了口气 放我回到了岗位 然而 就在我推开爸总办公室的一瞬间 却见到一张熟悉的脸 是 女主 她本就长得很漂亮 明明只过了短短这么一段时间 现在的她 看起来是一个十分温柔细腻的女人 林总助 女主见我的第一眼 就露出了让人挑不出错的笑 最起码 相比起我的笑容 她的笑更得体大方 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 在我发问之前 她就已经替我解决了疑问 我是副总新招的助理 您可以叫我小李 于是我和爸总的双人办公室 变成了三个人的世界 但是 我的工作量却大幅度降低了 今天上午 我竟然只处理了一份文件 然后就变得无所事事 震惊 我不禁扭头看向旁边努力工作的小李 温柔 有颜色 还特别上当 最主要的是 她竟然能每天变着花样 做好吃的小饼干给我吃 这就是女主的天赋吗 爱了 不仅是我爱了 爸总她也爱了 我能感受到 爸总和小李的交流越来越多 连眼神也不愿多给我几分 她的办公桌上 开始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手工小零食 而我就像出现在旁边的电灯泡 再然后 我收到了临时撤岗的通知书 我拿着通知书仔细端向 监管部 我咋不知道 我们公司还有这个部门 不会是爸总临时给我开的吧 抱歉林总助 这是副总的意思 小李遗憾地看着我 他觉得您最近需要休息 我盯着小李温婉的脸 嘶 原来是这样 不对吧 你这明显是被撤职了呀 和秘书无语地看着我 而且你不觉得那个女人很可疑吗 有吗 我盯着酒保美艳的脸 可她是这么该死的温柔 酒保朝我抛了个媚眼 好吧 其实我是知道的 毕竟我最近确实有些毛病 工作越来越力不从心 被迫退出一些高强度的工作 属实无可奈何 你确定不是我们上次的书漏 让副总生气了吗 我想应该是有一点关系的 毕竟他那种职位 身边不能出太多纰漏 比如在他上厕所 给他递了半个蜜瓜包 我遗憾地举杯 酒还没入口 就被和秘书一把夺过 别喝了 他说 我还一口没喝 那也不行 和秘书扶着我站起来 你醉了 我们走吧 不是 从今来到现在 我一口都没喝 和秘书带着我出门 你不清醒 走吧 我他妈一口没喝啊 和秘书这反常的举动 让我怀疑 我一巴掌甩开他的手 往回走 果不其然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爸总 以及小李 我是不想让你太伤心 秘书哥拍拍我的肩膀 叹了口气 我躲在角落 沉默地看着小李 将一袋烤的焦黄的苏打饼干 递给爸总 不是 这苏打饼干过不去了 我看见爸总轻轻将包装撕开 从中拿出一块苏打饼干 放在嘴边 不是老哥我说你 苏打饼干救过你的命吗 在酒吧的舞池吃情 父亲手做的苏打饼干 你不觉得这个搭配很搞笑吗 而且 你俩优惠不知道找个包间 不知道找个情侣酒店 不找个浪漫的餐厅护述中场 为什么一定要在酒吧的舞池 最起码也得是个卡座呀 嘶 难道你是定不到位置吗 毕竟平常热门网红打卡地 都是我帮你定的 我操你好掉价 真不好意思 说我在你手下上班 爸总往嘴里送苏打饼干的动作一凝 脸色突然变得阴沉 爸总捏碎了一块苏打饼干 不 苏打饼干 苏打饼干 听不见我的哀痛 但小李听见了 他的眼神不经意朝我望来 看见我后一愣 那原本温柔的脸力麻染上了几分慌乱 还软软地靠在了爸总肩上 爸总顺着他的目光向我看来 表情冷若冰霜 我起身 走吧 和秘书惊恐 去哪 当然是回家呀 我也惊恐地回望他 撞见老板和情妇约会 你不赶紧走 难道要上去加入他们吗 秘书哥陷入沉默 跟着我走出酒吧 爸总和小李没有出来 从这天以后 我正式调离了爸总的办公室 拿了个闲职 整天在公司无所事事地逛来逛去 话是这么说 但是吧 我心里不爽 大家应该能理解吧 我不想好过 其他人也别想好过 我今天跑到财务部挑刺 明天去销售部骚扰 大后天再去产品部 否决一下他们的新发明 还有好几个优秀员工 被我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提出了公司 理所当然的 我被叫去了爸总的办公室 林瑶 解释一下你最近的行为 爸总冷冷地盯着我 监管啊 我理直气壮地回望爸总 不是你给我安排的新工作吗 爸总冷冷一笑 把一封辞退信甩到了桌上 你以后不用来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我拿着辞退信 也冷笑 恩加一 别忘了陪 出了门 和秘书不知听了多久的墙角 在门外担忧地看着我 林瑶 我 你不用说了 我制止了他的话 这是我确实有责任 不过 我想错基本不在我 毕竟 我和爸总是一对 这是公司心照不宣的秘密 我是富运的未婚妻 富老夫人亲自挑选的儿媳 来公司上班 不过是为了协助富运管理公司 我摘下手上的订婚戒指 将空荡荡的手摆在和秘书面前 结束了 我说 和秘书欲言又止 刚想对我说什么 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 爸总脸色阴沉 狠厉地盯着我那空落落的手 还堵在门口做什么 他对我扯出一个不怎么友好的笑 林小姐 以后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了 我笑了 是的 毕竟我只是一个家族空降的未婚妻 又空降到他的公司照顾他罢了 我只是甜文里的一个恶毒女配 注定阻挠男女主爱情的绊脚石 没有会做苏打饼干的小白花 还有会做苏打饼干的小绿茶 会做苏打饼干的高领之花 会做苏打饼干的纯情女高 我对富运当然没有什么感情 好吧 有一点 但更多的是因为与他联姻 养家的事业绑定在了一起 如果随意退出 不管是谁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可是我的钱 我要保护他 走了 不管怎么说 很感谢您能包容我这么久 我朝爸总鞠躬 最后送您一生祝福吧 你吃苏打饼干 必吃出糖尿病 离开了公司 我的手机一声响 和秘书给我发了信息 今晚去喝一杯 我想也没想 好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男人没了可以再换 但酒不喝 就失去了人生的一大乐趣 夜晚 我穿上最亮的裙子 打算进行新的烈焰 然而 路走到一半 我突然被人捂住了口鼻 两眼一黑就晕了过去 再醒来 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以及我面前的两个熟人 小李和秘书 我压下心底的情绪 看向和秘书 小李是你安排进公司的 和秘书没回答我的问题 但肯定的回答不言而喻 他一改平日亲切的表情 脸上满是阴冷 富裕那家伙 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想要抓住落单的你 真不容易 下一秒 一把枪抵在我的额头 枪 这玩意现在还能出现在小说里吗 我惊讶地抬脸 但和秘书的表情不似作假 为什么 我听见自己的疑惑 和秘书的表情倒是比我惊讶 为什么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讥讽 别开玩笑 你忘了吗 我当然知道 这是为什么 作为一个读者 我知道小说里的所有剧情 和秘书是公司的总柱 也是爸总的弟弟 富家的私生子 因为富家和林家的联姻 他被富家视作污点 赶出家门 他是为了复仇 这不值得 我冷静道 你现在为同副总 只要再努力干两年 你就能出去单干 你会有自己的生活 放屁 我听见和秘书的声音在颤抖 我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我曾经的苦痛 要怎么挽回 小李慢慢上前 温柔地靠在和秘书的肩头 让我动手 他的眼神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要冰冷 你答应过我的 和秘书的动作一顿 拒绝了他 这次不行 和秘书道 富运很谨慎 但只要他还在这里 他会过来的 这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 小李的声音拔高 你说过事成之后 会把姐姐交给我处理 不行 和秘书也彻底冷下脸 我说了 他还有用 小李不说话了 盯了他半赏 突然笑了 哦 你舍不得了 他颇有几分阴阳怪气 你不会真的把他当朋友了吧 和秘书没有说话 但与小李对视的眼神 偏移了半寸 小李冷冷笑了 我知道了 既然这样 合作到此结束 他转身就走 把钱打到我账户上 我们一刀两断 眼见小李放弃 和秘书似乎松了口气 傲慢地走到我背后 在公司不好下手 这里可说不定了 他扶在我的耳边 你觉得 我让负运自杀换你的命 他能接受吗 我还未回答 突然感到一阵凉风吹过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撞击声响起 竟是小李趁和秘书不注意 冲过来撞开了他 还抢走了他手里的枪 小李手中的枪抵住了我 等一下 和秘书亮腺地朝小李扑过去 你不能 再见了 小李朝我笑得那么甜蜜 却如一条土信子的毒蛇 再见 姐姐 我望着他唇黑的双瞳 那里没有出见他的唇真和善良 我慢慢闭上了眼睛 我读完了整本小说 知道小说里所有的剧情 这是一本破镜重圆的小虐文 女主李萌萌 林家的私生女 因为家里的姐姐联姻 被视作污点赶出家门 这是两个商业巨头的联姻 不容许任何多余的变数存在 无论是傅家 还是林家 被赶出家门后 无助的李萌萌遇到了何秘书 二人完全一样的命运 将他们绑在一起 他对他伸出援手 他成为他一颗复仇的棋子 在何秘书的引导下 他去勾引傅运 去窃取公司情报 在傅家面临破产时 又幡然醒悟 二人在这爱恨里纠缠不休 扳机扣动的声音那么清晰 在李萌萌坚定的眼神中 我默然睁眼 撞上了枪口 林瑶 枪口出现火光的那一刻 我看见破门而入的傅运 以及满脸不可置信的何秘书 我是个穿越者 我当然知道 要怎么规避剧情杀 虽然我穿来的时间很迟 直到帮不了何秘书 直到 他和李萌萌已经相遇 但并不妨碍我挽回李萌萌 给他一处可以容身之地 我自然也可以告诉他 他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必故意走向深渊 如果想回林家争夺财产 我也并不介意 只要他有那个条件 当然 我给他的赔偿金也很厚重 虽然不是我做的 但林家确实对他造成了伤害 原谅要有求人的态度 一个堂堂正正活着的未来 一个看不清前方的荆棘之路 若不是走投无路 谁愿意放弃那条 可以抬头挺胸做人的道路 李萌萌思考良久 向我讨要了祖传苏打饼干配方 他说他其实想开一家甜品店 而且我给的太多了 真的很多 话虽如此 但他并不放心和秘书 他已经只剩下执念了 李萌萌这样对我说 如他所言 没有李萌萌 还会有张萌萌 黄萌萌 孙萌萌 何秘书不会放弃的 我与何秘书是好朋友 我同样不想看他深陷泥潭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把人放在眼皮子底下 我和李萌萌约好了 他替我演戏监视何秘书 我试图挽救何秘书 当然 亲爱的爸总帮了一点小忙 其实跟他说这件事 我很忐忑 毕竟我不是从小到大在这生活的 我没有那么多铁血手腕 可以镇住其他人 没有爽文的碾压 没有大女主的自信 也没有那种运筹帷幄的气势 我只是一个工作态度还不错的普通人罢了 演戏 那天 爸总的眼神依旧淡漠 但嘴里吐出来的却是 可以 你高兴就可以 随你的便 他甩给我一份名单 不过 最近公司里 混进了一些来历不明的商业间谍 有很多是傅家书不纳贝的手笔 我不好出手 你要想办法把他们解决 爸总靠在椅背上 就当是报酬了 我说没问题 前提是 给我一个新身份 检查部门的最高化是人 我们公司没这个部门 那你就创一个 我没话语权 我怎么想办法挑逝开人 于是 就有了我被吊岗的那一幕 现在 昏暗的小房间 有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我 一个破门而入 一脸平静的爸总 一个伸出耳康手的和秘书 还有一个 把玩着枪型打火机的李萌萌 很不错的打火机吧 李萌萌好笑的 看着枪口出来的火苗 还是我卖给和秘书的呢 啊 放开我的宝贝 不许你伤害他 爸总棒 读我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耳根有点红 姑且问一句 这话你是不是想说很久了 闭嘴 我的目光慢慢挪向和秘书 你绑架用打火机 过家家吗 和秘书憋得脸跟个番茄一样 妈的 万一真擦枪走火怎么办 他咬牙切齿说了一句 李萌萌悄悄覆耳 哦你高看他了 因为这里是G国 这种东西他买不到 我不希望李萌萌走向毁灭 也不想看到和秘书走向极端 李萌萌愿意原谅邻家所为 也想制止和秘书的堕落 和秘书不想真正伤害我 也没有真的打算对傅运动手 否则不会只带个打火机 就去绑架 至于霸总 他根本没防备过和秘书 甚至还让和秘书当他的副总 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多坏人 都是言情小说中那一丝不合理罢了 要不就是给的赔偿不够多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和秘书的眼里透露出一丝迷茫 我最开始确实想要复仇 但随着我一步步走到傅总的位置 我不相信傅运完全不知情 但他仍然重用我 我的复仇之心好像打进了棉花里 他现在有自己的事业 没有人关注他的生活 没有特别明心的血海深仇 他为什么舍弃自己后半生去做尽坏事 脑子被食烟了吗 也许是为了走走剧情吧 我打了个哈哈 古早小说很多都是没道理的了 我啃了一口菠萝包 在霸总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快速收好 事件完美结束 我们几个就像扮演了一场家家酒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一切都恢复了原本的姿态 我不必装傻冲愣 让工作失误 李萌萌也摆脱了苦逼的总助工作 和秘书也不必每天想着 怎么幼稚的复仇 爸 副总 我向您汇报今天的安排 我抱着文件站到爸总身侧 突然觉得喉咙里有一丝甜蜜蜜的感觉 我 我 薄 我忍不住对着爸总的脸干呕了一下 爸总冷脸从抽屉拿出一份 早就准备好的手工便当丢给我 以后早上吃这个 不要再吃那该死的菠萝包了 一旁终于来上班的男总住址了指自己 副总 我的份呢 没有 你去吃菠萝包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故事的结局圆满吗 其实粗略看下来 它并不算完美 甚至还有很多漏洞 可是那又怎么样 我喜欢圆满的结局 不管是粗糙还是细腻的 但是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其实也并不尽然 你可以放空思绪 为我填补未来或者空缺 或者其他人的 或者属于你自己的 但我希望 无论是遗憾还是美满 这都是你喜欢的结局 而属于我的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很长很长的一部分 如你所想 这是一篇不许带脑子看的小说 仅仅是为了带给你短暂的快乐 即使只有一瞬间 那也很值得了 不是吗 说不定你也会因为这一瞬间的快乐 忘记今天被领导疯狂压榨的崩溃 林瑶 摸摸蹭蹭干什么 爸总转过头 今天你跟我出去吃 他顿了一下 补充道 就你和我 了解 我加快速度完成最后的工作 合上了文件 爸总瞥了我一眼 嘴角似乎也带着笑意 而我的手指已经被爸总替换上了新的戒指 哦这华丽的鸽子蛋 你别说我还真的舍不得摘下来了 你说我偷偷把它卖了 换成地摊两元钱的塑料 爸总看不看得出来 林瑶 玩街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